Hello大家好,我是草韵 现在我们准备出门了 今天广州的天气非常的好 阳光明媚 28度穿一件短袖就可以了 看一下我家奶泡 等她喝完水我们就出门了 今天出去给朋友寄一包茶叶 因为她说怕过几天 快递放假了,没有茶喝 有的人喜欢过年的时候 买红茶回去冲 这两天的话 快递是没有放假 不过它是涨价了 有的派件也会派的 比较慢一点的 我现在就拿出去发货了 今天早上我更新了一条视频 我就说去朋友那里过年了 可能有的朋友就误会了 她以为我是去 别人家那里过年了 其实我给打电话了 那个阿姨家她是一个 海边民宿 她那里是旅游区来的 夏季的时候很多人去她那里玩 因为他们那里收费不高 而且在他们那里海边 真的吃的都是海鲜 比较新鲜一点又便宜 我就说过年带着奶泡去他们那里玩一下 因为很久没有吃过海鲜了 而且在她那里 我之前真的去住了有十几天 她才收我一千多块钱 十几天哦 算下来真的每天算上吃饭的话 大概就是一百多块钱一天 所以我感觉去那里的话 真的经济又十亏 而且还可以度假这样 并不是说我要去朋友那里过年了 可能有朋友误会了 可能有看到后面的人才知道 我是去海边那里度假旅游过年 本来呢 上一年过年的时候 我在心里面做了一个打算 我就说明年过年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我就去大理旅游过年 可是今年去不成了 今年呢就在附近那里去玩一下 还有朋友说我 你的不接待朋友去你家过年 你又去朋友那里过年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这样说 其实都是误会哦 其实我是去 他是经营民宿的 他欢迎我去他那里过年 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是付费的 就相当于你们去旅游啊 过年有的人去桂林啊 有去云南啊 还有去其他地方啊 凤凰古城啊那些 反正过年那边放假都喜欢出游哦 所以呢 我就是说去朋友那里玩一下而已哦 并不是说我要在朋友家 去打咬别人过年了 是不是奶炮王 我们也是有知己之明的 这些的话 我们是不会去打咬别人过年的 好了我们现在出门了 等一下呢还要去药店那里 帮我哥问一下 抓一点那个中药哦 因为他说在老家那里啊 抓一服中药 要360多块钱一服 哇我觉得好贵哦 简直就是天气好真的 好了出门 喝完了没有 没有喝完吗 我帮他扎头发 他在那里哭 你知道吗 你看一下现在那个眼泪还没有干 经常呢帮他穿衣服啊 这些都是在这里哭的 抓头发啊 帮他冲完脸穿衣服穿右边都是哭 嗯不乖不乖 左一袋右一袋 广东话叫做C light 走了 带着那个奶瓶去好不好 好不好奶泡 这是奶泡干妈给奶泡买的这些年货 泡泡自己搬上车了 哇好乖啊泡泡 啊你全部搬好啊 你有没有谢谢干妈 这个快递箱里面放满了 这个快递箱里面放满了 哇那个车都放满了 放哪里啊 这个这么大啊 放好啊放好啊 还有那个茶杯 还有那个水杯要拿上 啊好了好了 那个水杯呢 你又拿下来要放好一点吗 好了我们要去发快递啊